林彪坠机震惊洪朝彭德怀不同意林彪被死亡,林彪坠机现场网络图片,高冷军在低格周刊,发表文章讲了一件关于913事件后,发生的是913事件这个名词,如今年轻人已不慎知晓,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中共国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神秘诡决的一件大事。 全国二号人物林彪嫁机出逃衰死在蒙古大漠,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百姓们震惊不已,高层将帅们却反应各不相同,从他们的或拍手称快,或直言质疑,或老泪纵从中,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亮点,那欢乐的大多数何发生? 在这个国度上的所有大事一样,中央对于913事件公布,也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 据目前可查阅的史料所在国内最先知道这一事件的高层领导,是时任外交部长鸡鹏飞。 当中国驻蒙古大使的首抄特级电报送至外交部时,鸡鹏飞的反应可以用四个字形容惊喜交集,他用异常的语调将调文念成一首短诗,是为击毁人亡绝妙下场。 随即通报,已经5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周恩来,对于周恩来的反应各种回忆录,中流传着许多会声会色的传说什么先大喜后大哭,含泪说你不懂云云但几乎每一个版本,中都记载了总理的第一反应是拍手大笑,好好摔死了摔死了接下来的情,结就是周恩来亲自禀告毛泽东。 至于毛的反应本文就不引述了,我们要重点说的是在9月14月上午,被周恩来的一纸吉令喊来人民大会堂议事的党政军要员们,这些人的反应就很有趣。 那最普遍的情绪当然是欢庆,其中最开心的群体,莫过于林彪曾经的军纪同僚,们听说林彪摔死将军们沉寂了片刻,随后爆发出巨大的欢腾只见酒精考验。 的老总,们向庆祝一场胜利式的首舞足蹈,大喊大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朱德的大嗓门,老天爷有眼,老天爷有眼。 另一位脾气不小的老总陈毅此时正卧病在301医院,虽然未能在第一时间分享这种快乐但得知消息后同样欣喜若狂,甚至在病榻上高举茅台酒欢呼胜利。 我们来看看亲眼目睹这一幕的驻法大使,黄震,是如何描述胖帅之喜的。 我永远忘不了老总脸上凸显的红光和那戏,瞇在眼睛里一半含着轻蔑,一半含着微笑,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要知道胖帅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四个月后就去见马克思了。 但在不久之后批判林彪的大会上,他硬是带着癌症之身一份填膺的,连续做了几个小时的接龄报告,把四五十年前南昌起义时的陈骨子烂芝麻都拎出来。 编了一番失足见恨之深泽之切,与胖帅心情相似的还有罗瑞卿不但高兴的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还一口气写了十三万字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这还不够解恨,又在打友人诗中极尽怨毒的骂道,林贼蛇些心,必空由乌云篡权之狠毒。 远超狗志行从将军们的幸灾乐祸来看,对林彪简直是诸心之恨,可说起来这三位和林彪,都是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友,诸臣二位老总从井冈山起就是林的上级,特别是诸老总堪称林的伯乐,而罗瑞卿一直是林最吸赖的部下可惜,半辈子的亲密合作被一场运动催化成不共带天之仇,彼此恨不得早日下地狱, 如今骇人惊,终于身败凝裂,受难者们怎能不额首相庆,兴刚采烈,那不同于将军们的复仇快感,还有一部分朝中大员,虽然没受过林彪集团的直接迫害,也对此拍手称快。 譬如前面说过的那位出口城市的外交部长姬鹏飞,其实他手下还有两个同样才思敏捷的大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办公厅主任福浩,这俩的级别低一些14号晚上,才得到消息。 当下俱怀一心撞思飞,直接在外交部大院里开了一瓶茅台开怀唱饮喝着喝着,福浩秦不自禁地引出了唐朝诗人卢伦的出赛曲。 月黑燕飞高缠于叶顿陶,月将倾其竹大雪满公刀,乔冠华听后裔,上心,来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术就不如鞭心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且看如何于是朗声念叨月黑燕飞高。 林彪夜顿陶无需倾其竹大火自焚烧这四句,诗想来乔老爷自己是很满意的因为之后此诗不禁而走风传京城高盖宣,就连郭莫若大财子也对此赞不绝口,还欣然命笔,将这四句诗辉好写成条符,愧瞪众多好友疯人,就夸乔老爷,改得好由此可见。 当时大多数领导名流,对于林彪之死的态度,都是幸灾乐祸,的清醒的少数所谓清醒,其实指的是一部分没有过度欢庆的人,之所以不盲目欢庆,是因为他们从事件里,看到了比旁人更多的东西。 这里集中说,两个知名度最高的人,邓小平和叶剑英先说叶剑英说起来,叶帅是最早得知消息的老龄通知一十三日当晚周恩来得到报信后,当即就指定了叶帅作为林彪事件,善后和战备事项的负责人。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大家若是对红使稍有了解,就会知道叶剑英是党内为数不多,的著名聪明人双Q和政治经验晚报其他九大元帅,直追周恩来叶帅。 对于林彪事件的反应集中提现,在他在事发后不久写下的赤林彪,一诗中铁养南非判位成庐山中古县威灵仓皇北窜埋杀去地下,英残汉李玲,说来叶帅到底是党内数一数二的诗家,区区二十八个字中,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 第一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罪行,跟中央统一口径统一立场,第二用含蓄的手笔赞扬,那毛泽东同时表明自己的忠心,第三用李玲将修奴的典故反衬林,标志二星高瞻原主,又不失就体师,的古雅宁练其作品深度与个人掏略完美匹配,远不是什么林贼蛇些心之类的大脏话能比的,然而这首诗虽然高明, 却没有完全反映出叶帅对林彪之死的真实态度,一知真相如何?请看接下来这段经典对话,在讨论林彪死信的政治局会议后,张春桥拿来一瓶茅台与诸人碰杯,本文第三次出现茅台了,一向锋芒不露的叶帅,对此颇为不满,直言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姚文元,反问,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叶帅提高法门回应,倒是好事,也是丑是一个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事实证明叶帅的焦虑,完全有理。 林副主席的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极大冲击,而当时中国人民的心灵,叶帅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确比同僚更善于观察形势看得更深更远。 还有一个看得远的是邓小平,邓小平算是文革里最倒霉的几个人之一,早早就被拉下马,踩上一万只脚了913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江西乡下一个拖拉机场,利劳改劳改犯的知情权,是当然不能跟朝中大员们相提并论了。 邓小平得知林彪死讯时,已经是两个多月后的事儿当时,小平夫妇和全场80多名工人一起收听中央文件,因为监视人在场,邓小平全程一声没坑回家之后,夫人特意,倒了一小杯酒。 邓小平接过酒杯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邓小平的感慨虽然息末如今,接下来的行动却是如风雷虽然忍在千里之外, 邓小平却敏锐地闻到了中南海盼的气候变化,于是他接连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两封长信,大谈到自己对林彪的看法,一方面坚决拥护中央对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一方面揭发批判, 用了林彪过去几十年内的各种反革命阴谋轨迹,这两封信的结果和后来的历史活在今天,的你我都很清楚了可以说,林彪的死事实上,给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带来了转机而懂得把握机会的小平, 在对于林彪的评价上,也并非只顾发泄私愤,而是寄托了更长远的政治策略,林彪死后不到一年邓小平,已重拾中央的橄榄枝,在井冈山下相视察时, 他是这么和当地的老红军,说,的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赞助商, 当链接赞助商,链接悲伤的一数在说这个类别之前,先要说林彪的复告,其实那根本不能叫做复告正式名称是, 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 自取灭亡从这份一锤定音的最高指示,和接下来轰轰烈烈的批邻运动中, 可以看出当时的舆论走向,就是要把对于国家现状的所有愤怒统统撒, 在死去的林彪身上,一时间林彪被妖魔化到万劫不复的境地,战争年代的一切功绩, 一化为乌有,他的此眼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姓氏,不少利益相关者更是争着抢着在这件姓氏中, 天专家瓦,但有一个人没有这么做,你们也猜到了就是彭德怀彭做, 唯比小平更坎,更倒霉的牛鬼蛇神,直到批邻运动开始后才得知林彪的死讯, 而得知的方式是专案组直接把彼弟到他面前,让其揭发交代林彪反党的各种问题, 对此身在雷泻的彭,是这样回应的不要着急,四五十年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要慢慢的回忆回忆, 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1972年1月8日,他们要我写林彪和高岗的材料, 我不清楚,1972年6月9日其实彭老总的记性好着呢? 同样是在狱中,他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情况下写了,我的字数变序数十年间大小人声势, 这里之所以不清楚多少是有些误伤其类,所以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不愿落井下石,彭老总应该也还惦念,这当年庐山上当自己也被众人落井下石时, 反而是林彪为他洗清了一桩几十年的黑锅,于是彭老总的材料默默唧唧, 写了半年多直到1972年8月他再次收到专案组正式传, 达德中发197157号文件,要求继续批铃当晚彭老总向开守人员说出了一番 在今天,听来都是破天惊的言论,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 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 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这段话收录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彭德怀年谱其真实性无需质疑, 说实话当时直到今天觉得林彪死得不清不楚的都大有人在,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原标题,林彪坠机震惊红朝彭德怀反应, 最识破天惊 感谢观看